亲爱的小朋友们,大家好。 上一期,莫吉姆斯带着大家欣赏了呼和浩特的美。 本期,我们要去看看辽宁的省会城市,沈阳。 它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国际大都市, 同时也是我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。 首先,我们来到的是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, 这里是中国工业的摇篮,它记录着工业发展的历史。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把中国工业博物馆设立在沈阳吗? 那是因为沈阳是最早开辟中国重工业道路的几个东北城市中, 发展最好的。 除了工业博物馆外,沈阳还有许多著名的博物馆。 现在,我们来到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。 里面陈列了大量的文物,历史照片等, 真实地反映了918事变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与屈辱。 沈阳还有许多的名胜古迹, 现在就跟着墨基姆斯一起去看看远近闻名的沈阳故宫吧。 提起故宫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北京故宫, 壮丽的天安门里隐藏着无数的皇家故事。 但对于沈阳人来说, 沈阳故宫一点都不比北京故宫差, 甚至可以说是沈阳故宫里的许多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。 沈阳的现代化建设也非常出色, 最令沈阳人骄傲的方圆大厦。 它的外形是一个古钱币, 预示着裁员广进。 方圆大厦曾在2000年 威尼斯世界建筑设计展览会上, 成为亚洲唯一的获奖作品, 被人称为世界上最具创意性和革命性的完美建筑。 看了这么多地方, 大家也都饿了, 现在就让墨基姆斯来介绍一下沈阳的美食吧。 小朋友们赶紧拿个小本本记下来。 像色泽金黄, 香酥可口的杨家调卤饼, 皮薄现大的老边饺子, 吃起来非常劲道的马家烧麦等。 关于沈阳, 今天就简单地介绍到这里。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, 可以在墨基姆斯漫游中国艺术中寻找。 小朋友们,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标志愿者请标志愿者, 请关于沈阳, 请标志愿者, 请不吝点赞, 请标志愿者, 请标志愿者,